上禮拜呢 我们从登录开始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复习 等于要讲新的东西 账号一定是大写 然后两码 你的座位码 进去以后呢 我们上禮拜给你们说明 这是清单 座业清单 然后上面也告诉你们 这几个功能 包括显示程式清单 对不对 然后呢包括 这里面有这个 叫做注列 这有写注列的 报表工作注列 然后这是你更换 重新登录的时候 那这里呢有一些 基本操作的说明 就等于热键一样 好那这边作为清单呢 可以搭配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哪三个 我们常用是哪三个系统 黄泉慧 哪三个系统 哪三个 库存 有没有 订单采购 再加上基本资料 那这一次我们要考的就这几个而已 我们如果进入订单系统 订单系统里面呢 马上就跳过来 这边会有一个 它的流程图 好那我们上礼拜呢 用报价单 对不对 记不记得报价单很简单 报价单进来以后呢 我们再跟各位 介绍说 你进入任何一个单据 大概都可以查询 查询那个单据 而且查询的话呢 上礼拜我跟同学们说明 说明说我们可以 除了一般的查询之外 我们可以进阶设定 进阶设定呢 譬如说 现在我们的报价单呢 我们用报价单别 或者单号 或者日期来查都可以 不管你用哪一种查 那假设我选单 选单号的话呢 我有一个 等于 这里有一个 叫做条件的设定 如果是等于 应该是完全一样 譬如说 我 我们上礼拜有 2012 09 003 假设有这个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加入这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确定 结果就找到了 或者说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这个叫做 类似 类似 那like的话呢 不管是数据 或者文字都可以 那只要like在中间 百分比在两侧的话呢 表示中间要有 那个字是在这个 报价单的中间的 才会找出来 比如说 我们用09 当作 它的 选择条件 那这里一定要先清除 再把它加进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查 有很多 中间有09的 通通会被查出来 这种概念 这是我们在上礼拜特别提的 那接下来上礼拜我们讲报价单的做法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上礼拜做的 它必须是怎样 必须是先由新增出来以后 比如说我要新增 新增以后呢 只要在这个整个单据里面 如果是 我们上礼拜说哪一种颜色的是一定要输入 而且是自动产出的 哪一种颜色 记得吗 哪一个 林配荣 林配荣在哪 来哪一个是一定要输入的 报价单别吗 对不对 而且它是怎样 只要你输入以后呢 它的报价单的单号会自动产出 对不对 没有这个 只要是这种孔雀率的 没有输入的时候呢 这个就没办法储存 而且储存之后呢 还不能做任何的修正 那另外一个黄颜色的是把所有的资料 要输入 如果你不输入黄颜色的话呢 它不能储存 那黄颜色的输入 比如说我把第一个找出来 第一公司 输入以后 储存之后呢 你只要没有确认 客户没有确认之前 你还是可以做修正的 有没有记不记得 上礼拜谈到这里 那我们有一个要同学们大概要知道的一个状况 我来用黑板上跟同学们提一下 我们上礼拜看黑板 上礼拜呢 我们用报价单来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 其实它是认识 我跟你讲的方式呢 不是按照课本 为什么不是按照课本呢 我让你加深印象 所以我从报价单让你认识 很简单的做吧 那报价单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在哪一个系统 在哪一个系统 来我问一下 张家荣 张家荣 报价单在哪一个系统 一定要记得哦 这考试会考哦 哪一个 订单系统 对不对 在订单系统里面呢 有进入报价单 然后报价单 记得哦 我上礼拜有谈一个概念哦 你们的你们是属于好几种角色 好几种角色 那这几种角色呢 你一直要在互换 也就是说 你把报价单 把它 制好以后呢 做好以后呢 你必须要交给谁 你是业务 你必须要交给你的主管 主管要经过主管的确认 主管呢 要确认之后 要确认之后呢 你这张单句才有效的 那另外呢 你主管确认之后呢 你还要怎么样 还要求客户做确认 客户如果确认之后呢 大概就不能再修改了 不能再修改了 主管确认 他可以做取消确认 可是客户确认过以后 不能再做取消确认 不能再取消确认 主管就不能再取消确认 好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啰 你上礼拜要在做报价单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顶星的系统 帮你建了很多的基本资料 我们在报价单里面 有很多基本资料 要进去的 基本资料呢 要先建立好 要先建立进来 你才能够做 你记不记得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来我问问看 你们可以想想看 我们的报价单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一定会有什么 会有对象 对不对 对象是什么 对象不就是客户了吗 对不对 对象就是客户嘛 所以你要建立客户的基本资料 你要建立 如果现在已经有 你直接就选了 那如果没有呢 你必须要先建立客户资料 基本资料嘛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 客户基本资料 你在建的时候 就有很多东西 要去输入的 而且要去思考的 譬如说 你客户又有客户的名称嘛 有客户的什么 地址吧 然后客户他的 属于哪一种形态 哪一种类别 那联络人是谁 联络电话是多少 通通都要在这边先建好 那如果你没有建好呢 你下一次 你就在做很多作业的时候 你就很麻烦 你没办法找到 你要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客户建立 有了 那你想想看 你要报价的时候 会有什么 会有物品嘛 对不对 会有物品嘛 会有产品嘛 会有产品嘛 销售的产品 这个呢 我们称它为什么 这会叫做品号 品号的建立作业 那这是客户建立 这个客户建立 品号里面有很多啊 包括它的品名 它的编号 然后呢 还有它的价格 对不对 还有它所有的属性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通通都必须要建立 那我们今天呢 透过这种基本建立的方式 然后呢 因为你报价单很容易你会做了 可是你碰到一些 你没有的客户 你必须要建立 你新的客户你必须要建立 然后你看到新的东西 你要卖品号 你也要建立 那建立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知识 而且我可跟同学们说 这两个光是品号建立 跟客户建立 这两边有考的资料 就非常多了 考试的东西就很多了 那我们现在呢 我来慢慢的 跟同学们说明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练习 那还没有进入我们的品号建立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跟同学讲 我们有很多 所有的编码非常重要 我们为什么现在同学们 同学们的成绩不会错 你的班级不会错 因为我们都用代码编码的 你任何一个科目 包括你选课的科目都用代码 同样道理 任何一个系统 我们在业界上用的系统 也是要用代码 那代码呢 有一个编码原则 现在我们通通是 看到我这边码 对不对 好 我先把这个取消掉 第一个呢 我本来是要给你们 希望说你们有带课本来 带课本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课本里面 慢慢的边讲边看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 当我们要去做任何一个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 做一个设定 参数设定我先不谈 我直接先跟同学们提说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 我先跟你讲是编码原则 编码的原则很重要 因为你编码如果没有一个按照原则的话呢 等后面你就会乱掉了 那编码原则里面呢 我们来看看 譬如说客户 客户的编码 客户编码 它会第一码呢 是叫做一码二码 这第一码 我们把它定义为国内客户 二为国外客户 后面呢给三码 那意思就是说 我问一下 来那个黄信廷 黄信廷你们看到这里 那如果这样的话 客户编码总共几码 总共几码 两码 三码 四码 五码 哪一个 四码 第一码 是国内客户是一 国外客户是二 后面三码呢 在考试会考 后面三码 通通用信号代表 信号代表都是什么 都是流水号 这里有流水号 所以呢 预估我们假设 三码的话 就有999家的客户了 国内可以到999家 国外可以到999家的客户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编码 应该在哪里 你如果有课本的话 课本会告诉你 它会告诉你说 基本资料管理 然后建立作业 编码原则 设定原则 你看哦 我们到这边来看 它有一个 基本建立资料 然后呢 建立作业 有一个叫编码原则 在哪 在这里 编码原则 然后呢 你看哦 这里有多少 123456789 ABCD 这个都是编码原则 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样事情都要 先经过设定 先经过考量 如何去编码 举例说 刚刚讲客户编码 确定 客户编码里面呢 如果点一下 它就会把里面出来了 再点一下 把底下出来 如果我在这里点的话呢 我在这里点的话呢 我可以做一个修改 可以修改 也可以新增 譬如说我新增 它马上就在 这一个流水号底下 国内编码流水号 里面再下来 我还可以再继续做编码 好 那如果不要 我取消 那譬如说 譬如说 我在这里呢 我在这里哦 我要增加的话 我可以新增的 抱歉 我可以新增的 刚刚讲 客户编码 我还是可以新增 我可以新增的话呢 譬如说 编码编成多少 1 2 我用3 我用3 当做编码 然后呢 我编码名称 我可以输入它是什么东西 输入以后呢 我就开始 看用手动编码是 或什么编码是 然后呢 手动 手动编码 或者日编码 或者夜编码 日编码就是每天它会跳 那夜编码就是以夜为单位 好 那这样我储存的话呢 它就会储存进去了 很简单的方法 不过重点在哪 我把它放弃掉 因为我不要存 这个会乱掉 好 那重点在哪呢 重点在于 每一个都要有 比如说品号 也有品号的编码方式 而且呢 品号有 123456 9 原料 物料 比如说原料里面呢 又有 塑胶类 电子类 金属类 各类都有 如果你要 你的公司 必须要再去 做一个品号编码的时候 你必须要设定的 像这里 你可以看出来 原料部分 总共有几码 我来请问一下 假设它是属于原料 它的品号属于原料 来那个 廖沛银 廖沛银 如果是原料 总共会有几码 假设现在是一个油漆 是当作原料 你公司有 有编一个品号 那总共会几码 多少 4码 还是5码 还是6码 还是7码 6码 原料是1码 1 1就是代表说 是塑胶原料 后面4码 多少 9999 可见 这光是塑胶类 可以到 9999个 对不对 好 那这样没问题 对不对 好 这里呢 就是我刚刚跟同学们讲的 叫做 编码原则 非常重要 还有 你买到书本 有新号的呢 就是一定是考题 好 这里面有一个练习 请 新增一组 零售电户 这编码 第一码为3 加3码流水号 共计4码 我现在把它放回去 给各位同学试试看 试试看 试试看 试试看